第三势力逐渐串起了吗 土城三峡无党籍候选人李静颖 竞选办公室公布了最新民调 在陆空站配合加上了大咖母基加持下 李静颖民调支持度提升超过10% 跟现在立法委员绿营的吴奇名只差不到4%了 尤其是年轻人支持度上更是超越蓝绿多得第一 武党籍立委候选李静颖在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的陪同下跟选民互动 现场热闹悲凡 郭董签名人人抢着药 主角也靠政策争取支持 我希望以国土规划的格局 为土城三峡带来一个新的定位 所以我提出土商科技园区 我希望用这个比较具有国际视野 然后国家层级的一个证件来吸引年轻人 政策拉高到国家层级之外 还预告将透过陆站跟空站的方式 再加上大咖母鸡加持 在最后关头评选站 根据李静颖竞选办公室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他的支持度对比11月从15.9% 一路升到28.4% 横甩国民党的候选人林金杰 超过7个百分点 更迫迫近逼现任立委民进党籍的吴奇名 但差距缩小到甚3.9% 关键在李静颖的选战策略别出心裁 强公年轻选票支持度也随之攀升 同选区三人交进 但李静颖在20岁到29岁之间 以支持度40.9%夺得第一 而且20岁到49岁间也由他夺冠 不过近半透露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因为支持度不代表投票率 根据民调结果投票倾向 闭头李静颖有28.6% 超过林金杰4.8个百分点 但和吴奇名仍有些微差距 但土城跟三峡选区撒喀都战况激烈 第三势力卖力催票争取突围出现 这综合报告